別以為種田就只能賣農作物而已 現在美國有家新創公司教農夫 修耕 保護水質和活化土壤也能賺錢 答案就是在修耕時種植覆蓋植物 做好水土保持 所謂的覆蓋植物 就是野豌豆 蠶豆 紫木素等植物 這類作物長成後 今夜會覆蓋在地面防止土壤沖刷 這樣不僅讓土壤始終維持生機 大片的農地也在修耕時 繼續吸收二氧化碳 而有更多可以賣的碳權 美國波士頓的一家新創公司 就是藉由教農夫種碳 再藉由碳交易把農夫的碳權 賣給需要的大企業 藉此獲利 這家新創公司 會把賣碳權獲取的利潤 75%都回饋給農民 也因為這種方法不僅能吸收二氧化碳 還能保護土壤關懷土地 更能讓農民賺到更多的錢 因此這家新創公司 從一開始的75名合作農民 到目前合作的農民 已經超過2000人 還獲得高達12億美元的投資 看來重碳業前景可期 金新聞 麥浩里 王祝瑩報導 ampсон 新劉民入主券 430-10 830-11 中國公司 市長 這家新創公司 都在沒什麼 什麽 是 這家新創公司 請